好看一下啊 那么刚刚前面的是前几个课啊 直接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然后那是把我们的虚拟环境装了一下 然后呢在虚拟环境里面去装了一下我们这个 江沟开发环境 那么之后的话啊 我们讲课呢 就是直接在我们的虚拟环境里面呢 给大家去讲 因为我们也是在虚拟环境里面去装的这个 Path去装的江沟啊 去装江沟 就刚刚呢已经把我们要用到这个版本啊 江沟1.8.2 已经呢把它装了一下 好下面呢 我们就跟大家说 你使用江沟呢去开发的时候 你怎么使用江沟去创建一个项目啊 那么创建项目的命令呢 叫做江沟 Admin Stata Project啊 然后呢跟上一个项目的名字 那么 你注意你在虚拟环境里面去装的这个江沟 你就要先进入这个虚拟环境 然后呢你才能使用这个创建的命令啊 创建的命令 Test1 我就写一个Test1 哎 这个项目啊 然后你在这边你一回上啊 哎 他就创建了LS 哎 去看一下 这里面呢就多出来一个目录 那么这个目录呢 他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目录啊 哎 你CD进入这个项目目录里面 哎 你去看一下 哎 可以使用我们这个Tree啊 去看一下它的一个目录结构 那么这就是我们创建好一个项目之后 哎 这个项目的目录里面它的一个目录的结构啊 目录结构 那么在这里面至于他们每一个文件啊 是什么作用 我们要看着这边给大家去说一下啊 去说一下 OK 那么其实呢 就是这个目录啊 就这个目录 那么这个目录里面 哎 每一个文件是什么作用啊 首先我们大家 哎 你最熟悉的一个就是Test1下面有一个下滑线 init这个文件的吧 这个目录 这个东西呢 它就说明哎 你这个目录呢 是一个python的包 对吧 哎 那么这是这个init啊 然后再往下呢 在init的下面还有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叫做settings啊 它是干嘛呢 它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配置文件啊 项目的配置文件啊 比如说你要配置你这个项目啊 你要使用什么数据库 那么你就需要可以在这里面呢 进行一个配置啊 哎 这是settings 哎 它的一个作用 就是项目的配置文件 然后呢 再往下啊 我们看到这下面呢 还有一个文件叫做url s啊 那么什么是url 我们前面应该提过吧 对吧 哎 它就是url 就是你 其实呢 你访问一个网站 你敲入的那个地址呢 它就是一个url的地址啊 url地址 那么哎 在这里面呢 哎 我们之前讲那个miniweb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就提过这个url的概念啊 哎 当你输一个地址之后 哎 他怎么去找到你对应的哎 处理是谁啊 怎么去给你返回一个页面啊 这中间有一个需要配置的过程啊 就是我们这个urls文件啊 他呢 就是哎 进行我们url的路由的一个配置啊 哎 这里面是他啊 进行url路由的配置啊 好 那么这个url路由的配置 我们miniweb里面说过是吧 啊 好 哎 进行配置啊 哎 就你当你输一个地址之后 哎 他怎么给你找到 哎 对应的处理函数是谁 哎 这中间呢 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就通过这个urls文件里面呢 通过在他里面进行这么一个配置啊 然后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叫做 vcg.pv 对吧 哎 这个vcg协议呢 我们miniweb里面也是给大家说的 对吧 啊 就是啊 哎 vcg协议 那么我们的将购呢 这个框架啊 他呢 就是遵循这个vcg协议的一个框架啊 vcg协议的框架 那么这个vcg协议这个文件里面呢 他文这个文件里面啊 他呢 就是我们的外博啊 外博服务 外博服务啊 和我们的将购框架啊 交互的一个入口啊 交互的 哎 入口 那么这是个vcg啊 vcg啊 这个文件 他就跟我们vcg协议相关的一个啊 OK 这里面是这个test1 哎 这个目录下面的这几个文件啊 这几个文件 然后呢 在这个test1的上面呢 还有一个文件叫做manager.py 那么这个是干嘛的呢 哎 这个manager.py呢 他呢 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管理文件啊 项目的管理文件 哎 你可以通过这个文件啊 通过这个文件啊 哎 其实呢 他就是一个 哎 pvi的一个可执行的一个程序文件 对吧 你通过这个文件呢 可以呢 去管理我们整个将购的项目啊 整个将购的项目啊 OK 那么 这里面这几个目录呢 就是在你呢 哎 去使用上面的命令 创建好一个项目之后 它里面基本的一个目录结构 哎呦 首先哎 有一个manager.py 哎 这个manager.py呢 是项目的管理文件 通过他呢 管理我们的项目 然后 在这个项目录里面呢 你还会看到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呢 跟我们的项目录呢 它是 同名的啊 在他里面有这么四个文件 init 哎 说明这个目录呢 是一个python的包 那么 settings呢 它是项目的配置文件 你可以在里面配置 你项目里面使用哪些数据库 那么这个UILS呢 它呢 就是进行UIL路由的配置啊 就当当你反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你掀入了一个地址 哎 他应该找到一个对应的处理 函数是谁 那么这个里面呢 你就需要在这里面呢 进行一个配置啊 然后再往下还有一个VCG啊 那么VCG呢 也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啊 miniweb这个项目 那么你首先你要有一个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呢 哎 它掉东西的时候 它要遵循这个VCG协议啊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 哎 将过呢 就是遵循VCG协议的一个框架 那么他呢 这个文件就是web服务器 哎 跟我们将过通过VCG协议 进行交互的一个文件啊 这是他 啊 这是这几个文件啊 然后 哎 这里面就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 哎 你创建好一个项目之后 哎 项目的一个 基本目录啊 基本目录 OK啊 那么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 我们还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在我们建构里面去开发项目的时候 那么哎 假如说你要开发一个项目的话啊 那么你这个项目的通常它有很多的功能模块 哎 比如我们之后啊 比如我们之后要做的这个天天 哎 生鲜的这个项目对吧 哎 天天生鲜啊 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在工作里面 你去开发一个项目的时候啊 最主要的就是 在开发这个项目之前 他要先进行一个设计 哎 什么设计呢 就是我们要分析出来 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有哪些功能 模块啊 有哪些功能模块 那你比如我们天天生鲜里面呢 哎 我们有跟用户相关的登录和注册 哎 用户信息的查看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分成一个模块 跟用户相关叫做用户 某块啊 然后 再往下呢 这个里面 我们要展示一些商品 商品的详情啊 这些信息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跟商品相关的 我们又把它分为一个商品的 某块啊 商品某块 OK 那么 然后呢 除了这几个之外呢 再往下啊 我们的商品呢 我们可以呢 把它 加入进购物车啊 还有购物车页面的一个编辑 这一部分呢 我们又分成了一个 购物车 某块啊 然后 哎 用户 他在购物车里面 他可以呢 去下这个订单 买东西 哎 这一部分呢 是跟我们这个 订单 哎 相关的啊 我们又把它划分在了这个 订单 哎 模块里面 那么这里面呢 哎 我们是简单先给大家提一下啊 在后面我们还会给大家说 哎 说这个呢 就让大家知道啊 你在去开发一个项目的时候 首先你要分析出来 你的这个项目里面 需要划分为哪些 某块啊 哪些某块 哎 划分某块的目的呢 就是把某一类的功能啊 归结在一个里面啊 归结在一个里面 那 在我们 哎 将过里面呢 哎 你去开发一个项目的时候 模块划分好之后 一个模块呢 我们就用一个 将过的应用来实现啊 就是 哎 将过开发时啊 将过我们呢 哎 开发 将开发中啊 哎 一个啊 哎 功能模块 哎 功能模块 那么 哎 用一个应用啊 一个 哎 应用 来实现 啊 来实现啊 哎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 那么 将过里面 哎 他怎么去创建一个应用啊 你往下来 那么 下面呢 就是我们 哎 你创在将过里面去创建应用的命令 哎 为什么要创建 是因为一个将过 它是有很多个应用来组成的 每一个应用呢 完成一个特定的功能 那么你在开发之前 你完成一个模块 你就需要创建一个应用 哎 这个创建应用的命令是 Python 哎 这个manager Py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刚刚上面说的这个manager Py啊 通过它进行项目文件的 哎 项目的一个管理 你就可以通过它去创建一个应用 哎 这个命令呢 叫做start app 开始一个应用 后面呢 跟上一个应用的 名字啊 你比如我们现在 这里面呢 哎 我们在这里ls 你只能看到我们现在刚刚创建的一个项目 对吧 我要在它里面 现在我要开发一个功能 我就需要呢 去创建一个应用 那么我就需要通过这个文件来创建啊 直接呢就是 Python manager Py 哎 通过这个文件 然后后面呢 跟上一个指令啊 命令叫做start 开始 app 哎 application啊 就应用的前三个字母 创建一个应用 后面呢 跟上一个 哎 应用的名字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创建一个叫booktest 哎 我就写上一个booktest啊 啊 然后你在这里面 你回车 ls 你会看一下 哎 现在呢 就多了一个目录啊 这个目录呢 就是我们创建出来的应用的目录 那我们可以进入它里面 哎 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内容啊 cdbooktest 然后呢 直接写上一个tree 好 你会看到啊 这里面 哎 有这么多文件啊 那么现在你看一下有两个啊 这个 哎 还有 这个对吧 哎 这个model 哎 是我们给大家说这个模型 对吧 那么v呢 v 哎 这里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哎 是图啊 那么现在你看到它 你 你就应该啊 大致知道啊 这个文件到底是干嘛的啊 那么 哎 下面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这几个文件都有什么作用啊 我们创建好一个应用之后 应用下面的每一个文件有什么作用啊 那么 这个目录啊 这个目录啊 那么这个目录的话 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 你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还是看这两个init文件的吧 这两个呢 哎 跟我们上面一样 就是说明这个目录呢 是一个python模块啊 哎 说明 哎 说明啊 哎 目录 那么是一个python模块啊 啊 好 python模块 OK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下面 哎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model 对吧哎 他就模型啊 在他里面是干嘛 那在他里面就是哎 用于啊 哎 协和我们的数据库相关的内容啊 这一部分在这个文件里面 哎 就是写和数据库 哎 相关的 内容啊 这是个model 它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然后呢 再往下呢 就是看我们这个views 对吧 views的话 我们上面讲的这个mvt里面 我们说views它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哎 接收请求 对吧 进行处理 与m和t呢 进行一个交互 哎 返回一个应答 哎 这是我们这个views啊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 哎 在我们这里面啊 哎 项目的一个创建 哎 他这个文件里面呢 哎 这个views呢 就是用于完成这一部分功能的啊 在这里面 我们主要做的是什么 哎 就像你们的miniweb一样啊 你一个请求过来之后 最终 对吧 这个请求最终处理的 哎 你是不是定义了一个函数 对吧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 哎 在views里面 我们就是定义这个处理函数啊 哎 定义处理函数 好 那么一个请求呢 就对应着一个处理函数 这个处理函数呢 在我们建构里面 我们把它叫做视图函数啊 我们把它叫做视图函数 好 OK啊 这是这个views 然后下面呢 还有一个test啊 这个文件呢 它是呢 它是写这个测试代码的文件啊 写测试代码的文件 OK啊 写测试代码的文件 你写完程序之后对吧 你需要测试一下你这个程序呢 对不对 你可以在这里面写这一个测试的代码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给大家标红了 就是说现在呢 你不需要去关心它啊 因为大部分的对吧 你到公司里面啊 可能这个测试代码测试代码呢 它是不让你来写的 有人来写啊 所以这一部分你知道这个文件 它是做什么的啊 做什么的啊 然后啊 再往下呢 我们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admin.py admin.py呢 admin.py 这个英文单词呢 翻译成中文 是不是就是管理员 对吧 这个呢 是跟我们网站的后台管理相关的啊 网站后台管理相关的一个文件 好 那么什么是网站的后台管理 比如啊 你卖一个商品对吧 我们这个卖水果的啊 卖商品的这样一个网站 那么每天我们可能要往我们的网站上面去增加很多个商品 那你怎么去往里面增加很多个商品啊 你如果是每天往里往你的表里面去加这个 通过Sirco语句往里面加内容的话 很显然不太现实啊 我们就需要呢 提供这样一个后台管理的页面啊 后台管理的页面 让你的管理员呢通过这个后台管理页面去往里面呢去添加这个商品啊 去添加这个商品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Admin呢 它呢就是将过里面提供的一个啊跟我们网站后台管理页面相关的一个文件啊 那么上面的这几个呢就是我们应用里面它的几个文件啊 Admin跟网站的后台管理页面相关 那么两个init说明你的目录呢是一个python的模块 models呢它呢用于在里面去写和我们的数据库相关的内容 这个test呢它呢用于去写这个测试的代码 views呢在它里面 views它的一功能我们说就是接收请求和m和t呢进行交互 最终返回应答 那么在views这个文件里面呢 我们主要呢就是定义这个处理的函数啊 处理的函数 好我们把它叫做试图环数 那么在网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呢叫做migrations啊 那么这个文件夹它有什么作用 我们是稍后给大家说啊 在这里面我们就先给大家说这几个文件的作用啊 这里面是让大家你去了解一下啊 这个项目啊 还有应用它下面的每一个文件啊都有什么作用 好在这里面呢看到我们这个项目创建好了 然后呢这里面现在我们这个应用呢也有了 那么现在呢你如果想要去开发这个项目 你还要去做一步啊 叫做建立你的应用和你项目之间的一个联系啊 需要呢对应用进行注册啊 什么叫做对应用进行注册啊 就是你在创建好一个项目之后 你在项目里面你创建好一个应用 那么这个项目本身它是不知道你这个应用存在的啊 你需要呢去对应用呢进行注册 注册之后项目就知道有这个应用了啊 那么这一部分怎么注册啊 就需要修改我们所说的这个项目的配置文件 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现在建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开发工具啊 PW项目去把它打开 这个我们就可以打开之后啊 我们给大家说在哪里面进行注册 OK啊那这个呢我们就找到我们刚刚的目录啊 Python下面有一个BJ18啊 BJ18然后那你点开它 它里面 这个Test1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创建这个项目的目录 下面呢我们就把它打开 好那么打开它之后呢 这里面看到这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应用 我们说要建立应用和项目之间的关系 你需要呢去修改这个Test1目录下的Settings 这个文件就进行项目的一个配置啊 修改它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么在它里面呢有一个选项啊 这个选项呢叫做Install的Apps啊 那么Install的Apps呢就代表你需要呢 在这里面进行应用的注册 那么上面呢有几个是它默认的 你不要管它 我们要注册我们这个BookTest的应用 那你只需要在后面呢去加一项 写上你这个应用的名字啊 我应用叫BookTest 我就写上一个BookTest啊 这里面的进行应用的注册啊 进行应用的注册 OK啊 那么就是在这个Install的Apps里面 加上一项 那么你加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应用 我们就把它注册了啊 下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有没有创建成功 我们要把项目运行一下怎么做啊 直接呢我们还是运行一个项目的话怎么做啊 倾向屏啊 LS运行项目的话 也是需要通过这个文件的啊 需要通过这个文件 那么项目本身呢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发的web服务器啊 你要把这个web服务器跑起来 你就需要使用这个Python manager.py 然后后面跟上一个指令啊 这个指令呢叫做Ry Server啊 就启动服务器的意思啊 你在这里面你直接一敲回事 好 那么这里面告诉我已经被占用了 对吧 我这里面可能跑了一个啊 直接把它停掉啊 好 把它停掉啊 然后直接就退出啊 好 这里面我们再给大家跑一下 你在这里面一启动 好 你就会看到这边 他告诉你这个server已经启动了 对吧 你要访问怎么访问呢 他的地址呢 就是这个 127.0.0.1 冒号 8000 那你要访问他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浏览器来访问了啊 我们直接呢 把这个啊 启动 然后呢 把这个地址呢 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啊 通过浏览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回事 好 当你看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对吧 他已经在工作了啊 那说明我们这个项目呢 我们就把它跑起来了啊 跑起来了 OK 那么 上面呢 这里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啊 怎么去进行将购项目的一个创建啊 首先你需要呢 去使用这个命名去创建一个项目 然后 创建好项目之后呢 在项目里面开发某一个功能的时候 你需要创建一个应用 然后创建好应用之后呢 你为了去建立这个应用和项目之间的联系呢 你需要对应用的进行一个注册啊 这个注册呢 就是修改你项目配置文件里面的 Install的apps这个配置项 在后面呢 写上你应用的名字啊 就可以呢注册应用 然后 你要运行这个项目怎么运行 那么运行一个外部项目的话 他就需要一个外部服务器 那么将购框架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发的外部服务器 他运行的命令呢 就是Python ManagerPy输入一个run server啊 run server 就把它启动提完了 OK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